结婚多年的丈夫意外死亡 妻子却发现对方的身份名字全是假的 共振多年的爱人竟然是个陌生男人 他为什么要盗用别人的户籍 男人究竟是谁 这就是本期要讲的日本悬疑片 某个男人 这个男人经常光顾街角的文具店 每次都来买一些素描本画具什么的 看起来很喜欢画画的样子 久而久之店长李芝对他产生好奇 某个下雨的午后 男人又过来买橡皮 但这次他鼓起勇气 把自己的画册拿给李芝看 还小心地奉上名片 骨口大佑 李芝在街坊邻居口中听过这个名字 大佑是军马县一乡保温泉的二公子 不知为何跑到穷乡屁壤 找了个伐木工的伙计 大佑为人老实寡言 有不少同事对他颇有微词 认为这种出身富豪的少爷家 一定是犯下了什么大错 才会跑来当伐木工 李芝没有被流言影响 很快与大佑成为好友 他和前夫因为早邀的大儿子李一 现如今独自抚养着小儿子 李芝已经很久没跟男性友人来往 成年人的爱情润物细无声 两人不知不觉陷入了爱河 很快就结为夫妻 而且又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日子平淡幸福 这天大佑早早出门工作 他伐木时不慎滑倒 又恰好被歪倒的大树砸中 这个家庭也被彻底击垮 葬礼那天大佑的大哥突然出现 他对弟弟离家出走耿耿于怀 在葬礼上还恶语相向 李芝没有多说领着对方去上乡 谁知大哥说为什么没放一招 李芝以为是被花朵挡住了 就帮对方移开 大哥盯着照片看了一会儿 说这人不是他弟弟大佑 那这个人究竟是谁 他为什么要盗用大佑的身份 李芝一定要找到答案 他只能去委托多年前 帮自己处理过离婚案的成户律师调查 对方首先从保险入手 尽管这位不知来历的X先生 盗用了大佑的名字 不过保险费依旧是他本人缴纳的 所以李芝还是能领取保险赔偿金 随后为了搞清楚X先生的身份 李芝将胡扎头发交给陈户拿去检测 能看出李芝很信任这个律师 陈户是移民日本的三代罕医 日本一直对偷偷来的朝鲜人不满 哪怕陈户已经是第三代移民 但还是经常遭受歧视 所以生活方面都是妻子一家做主 他全部的热情都在工作上 陈户拜访大哥拿到了真大佑的照片 对方说弟弟确实准备去供旗做伐木工 在那之前还在大阪住过一段时间 大哥用照片跟房东确认过 住在大阪的确实是大佑本人 他严重怀疑那个冒牌货是为了争夺钱财 才害死弟弟取而代之 陈户尴尬的笑一笑 并没有多说什么 他很快约到了真大佑的女友美良 对方完全不认识X先生 美良跟大佑从高中就是情侣 纷纷和和纠缠多年 两人自从大佑父亲的葬礼结束以后 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美良也认为X先生取代大佑 一定是为了财产 而DNA检测结果很快出来 X先生确实不是大佑 不存在整容的可能 理智跟大佑的婚姻关系 也无法得到法律的认可 X先生真的像一个未知数 身上充满了谜团 这天陈户的同事突然想到 多年前在大阪处理过一个户籍顶替案 还抓到一个中间人 他翻看资料发现是2013年的案子 而那年真大佑就在大阪居住 陈户没有放过这个线索 马上到监狱找那位 帮人伪造身份的中间人 对方一看到陈户 就问他 你不是日本人吧 而且尽管陈户做了自我介绍 中间人还是只叫他律师 甚至莫名其妙地问了句 你相信世界上有人能活300岁吗 陈户觉得莫名其妙 随即将话题引到案子上 他给对方看X的照片 中间人说 这不是影像保温权的二少爷吗 这人来找我不是为了交换户籍 而是洗涤身份 每个人都有想洗掉的过去 就像陈户律师您也想 洗掉外国人的身份一样 他说完就拒绝继续谈话 不过等陈户回到律所以后 中间人还是寄来了一张明信片 上面分别写着 谷口大佑 曾根其意验 难道说曾根其意验 就是X的姓名 陈户不敢确认信息是否属实 他还需要继续调查 不久后 在一个死刑犯专题画展上 陈户偶遇了美良小姐 这里所有话都是罪犯的作品 故而吸引了不少人来看 美良告诉陈户 他用大佑的身份开了一个社交媒体账号 时不时以大佑的口吻发泄动态 如果他本人能看到 一定会忍不住联系账号主人 陈户系称 这叫引蛇出动 这时 画展负责人突然讲话 美良急忙过去听讲座 陈户则继续在各处溜达 他在二楼发现了一座画作 其中有幅面目模糊的素描人像 陈户记得在X先生的画册中 见过类似的作品 他立刻翻看画展的小册子 找到这幅画的作者介绍 上面的照片跟X先生一模一样 罪犯名叫小林千吉 他虽然跟X长得很像 但两人年龄差距过大 根本不是一个辈分的 小林因赌博成瘾欠下巨款 走投无路下 洗劫建筑公司社长家 并杀死主人一家三口 放火烧掉整个住宅 在2003年就被处以死刑 两人如此相向 城湖不免怀疑 他们是否为父子关系 他很快查到小林 有一个叫袁城的儿子 对方曾在一家拳馆工作过 城湖马上动身调查 并从拳馆老板那里 拿到了袁城的照片 对方确实就是X先生 传说中死刑犯的儿子 袁城小时候 曾撞见过父亲杀人现场 因此养成了沉默阴郁的性格 起先他进入拳馆 只是为了发泄 看似纤细柔弱的袁城 一旦站上了一台 就会变得极具攻击力 很快就打进了新人半决赛 再后还有一群记者跑来采访 有人暗自嘀咕了一句 果然继承了父亲的血统啊 这话让袁城非常害怕 他无论如何都不想成为父亲那样的人 袁城在出战决赛时决定退出 他打拳击本来就不是为了胜利 而是为了受伤挨揍 因为袁城痛恨自己跟父亲相像的脸 每次照镜子都会想起小林千吉 他恨不得撕掉身上的皮肉 把这张脸彻底扒下来 拳馆老板恨其不争 痛打了袁城一顿 可对方还是无法接受那张脸 无法接受父亲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 小林千吉执行死刑那天 袁城也没有认领对方的尸体 没过多长时间 袁城就发生了坠流事故 从那以后全管的人再也没见过他 故事到这里 袁城想更换身份 抹掉过去的原因 再清晰不过 他就是打算摆脱小林千吉的阴影 陈户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家 电视上正在播放极端分子抗议的新闻 大批民众在街上怒骂驱逐移民 不堪入耳的骂声吵得陈户头痛 偏偏儿子不听管教也在大吵 甚至用玩具砸倒了酒杯 弄失了他的文件 忍无可忍的陈户终于爆发 把小儿子吓得大哭 陈户冷静下来跟妻子道歉 对方劝他别沉溺工作的事情 为什么要被杀人犯的儿子影响 他总觉得丈夫最新工作 是想逃离这个家 第二天陈户约见李芝以及大佑的哥哥 将袁城的真实身份告诉对方 陈户安慰李芝 袁城是一位没有犯罪记录 非常善良的普通人 大哥听了忍不住讥讽 偷用别人的名字怎么不是罪犯 这家伙也是的 为什么偏偏跟死刑犯的儿子交换 陈户听得很生气 希望大哥能尊重死者口下积德 X的秘密已经揭开 但家世清白的大佑 为什么也想抛弃身份 改名换姓从头开始呢 当天晚上美良登陆假账号 发现有人发来了私信 警告他赶紧注销账号 不要再假冒别人 而发送私信的人就叫曾庚齐一眼 陈户得知以后立马展开调查 原来袁城更换了两次姓名 他先是拿到了曾庚齐一眼的户籍 然后又跟谷口大佑交换了名字 他之所以换两次身份 就是想确保原城的过去 能被彻底掩埋 不久后美良找到了真正的大佑 对方留了胡子 看起来变化不大 虽然不知道大佑是否满意第二次人生 但好在他还好好活着 总而言之 陈户的任务圆满结束 李芝把身份报告书转交给儿子幽人看 谷口这个姓是来自一个陌生人 幽人不能继续用这个姓 不过不管爸爸叫什么 幽人都觉得那段时光很幸福 他总算知道父亲为什么那么温柔了 因为原城把自己没有得到的父爱 全部都交给了幽人 小男孩主动跟妈妈提议 等未来的某一天 就由他告诉年幼的妹妹 父亲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如是负重的陈户早早回家 妻子刚结束聚餐回来 他告诉对方手上的案子已经结束了 最近可以好好地陪家人 不料在一次外出用餐时 儿子拿着妻子的手机玩游戏 结果冒出来一个弹窗 陈户接过来查看 发现是一个叫纯一的人发来信息 原来妻子昨晚没去公司聚餐 而是跟别的男人偷偷私会 镜头一转来到某家酒馆 陈户在跟一个陌生男人聊天 但他摇身一变 成了群马县一厢保温权的二儿子 也许陈户也厌倦了之前的人生 开始了新的故事 最后两人准备告别 本着相逢集市员的说法 他们相互通姓名 陈户却一时间感到迷茫 影片到此结束 其实对陈户的身份还有一种猜测 通过中间人对他的名字避而不谈 还一眼看出陈户是含义 再加上他那段莫名其妙的三百岁理论 我们不免怀疑陈户就是那个 传说中活了三百年的人 他已经度过了很多轮人生 眼下因为妻子出轨感到厌倦 所以用金友大佣的名字开始新生活 所以最后在陌生人介绍自己时 陈户突然卡壳 一方面可能是拿不准 该说陈户还是大佣 另一方面他可能都快记不清 自己第一个名字是什么了 当然这只是猜测 名字和身份真的能定义一个人吗 他们不过是外在的标签 就像X先生不管叫谷口大佑 小林元成 还是叫曾根其一样 他都是对那个家庭负责的 好丈夫 好父亲